中国模式啊 中国道路啊 好像有这样一种论述吧 挺流行的 就是说中国是因为有特殊的文化传统 特殊的历史 特殊的文明 所以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未来 包括现代化的前景 将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不同于世界现在 特别是西方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 那么这样一种叙述 我对它有一点反省或者说反思 就是说我并不是说它夺错 但当我们说特别强调中国特殊性的时候 我们在谈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从一些大概念来讲 好像是说中国有这么长的文明 特别是儒家文化不一样 然后这个跟西方不一样 然后我们这个跟西方不一样 那么饮食起居生活习惯 然后道德观念 比如说忠孝仁义这些 好像都可以找到很多不一样的 但有的时候我在想 这些东西到底对我们在实践中的生活 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所以我那篇文章就是说 当然中国是很特殊的 但中国人还是人 就像世界上森林里没有两片完全相通的树叶 但树叶还是树叶 所以我就觉得当谈论中国的特殊性的时候 我们要搞清楚 从一个实践感的角度来讲 到底这些我们现在勾勒出来的那些特殊性 对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 有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影响 我们不要被一些大词 一些论述给忽悠了 这是我要想表达的意思 我并不说有一个特别确切的答案就给大家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问的 不是说中国特殊了 然后我们就不一样了 就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这还是要 是一个需要问的问题 我特别同意你这个说法 就是当我们在说中国有多特殊的时候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 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那其实是 比如说我们从文明的基本形态来看 我们可以说它有器物的文明 对吧 有制度的文明 可能就是更深一层次的精神的 或者说那种心灵那种文明 那我们说中国特殊性的时候 我们到底在什么程度上面在谈 具体到比如说一些 你刚才说的生活起居 然后说我们 或者说民主自由 这些概念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特殊性 要把它聚焦在一些具体的这种case上面 我们才可以说言之有误 否则的话 这个大概念的那种滑动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是 现在就是我特别有一点 怎么就是有一点质疑的 是有一类学者 他们做的工作也很好 但他们的推论太快 就是说什么意思 他说他研究中国的典籍 研究中国的这个 比如说论语啊这些 还有很多这个中国古典的这个说法 然后就由这里出发 说你看我们有非常特殊形态 马上就推到了说中国人就不一样 我认为这个推论太快了 那些工作都是做得不错 而且有的是相当下功夫的 我自己也很喜欢读 但我们要小心一点 就是说这种说法就是说 中国的文化血缘里面就是怎么样 基因里面就是怎么样 这种笔幅要特别小心 就它在什么意义上成立 你看我们要讲文化的传承 跟生物的基因的遗传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有个女儿 她必须带有你的基因 那当然 她是不可能不这样做的 这个遗传是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 而文化不是这样 一种文化的它的形态 它里面含着合金价值也好 它的一些主张也好 一些道德上的这个所谓moral code 道德上的规则也好 这些东西从一代要往下一代传 它不是像生物性那样的 是直接的无条件的遗传 它是要通过实践层面 通过人的行为来养成的 所以文化的这个遗传 我们说文化遗传这个 其实是个借用 好了如果是这样 也就是说一个文化传统 一个文化的原有的形态 要遗留到现在 对现在有 要遗传到现在 对现在有作用的话 它是需要有一个中介 就是人的生活实践的形态 而不像生物学那样它是无条件的 那么好了如果看到这一点 我就觉得有些学者 有些或者知识分子 他们做的工作就是 没有看到或者没有足够的重视 这个中介是什么 它就从 要我来说的话 犯了一种这个化约主义的 就是Reductionism 一种毛病 就是说把中国现代的文化 就把它简约为中国传统文化 把中国传统文化 简约为儒家的文化 把儒家的文化简约到经典 然后从读一两本经典 就直接推出来 我们当代中国人是什么人 我认为这里面是有相当大的 这个逻辑上推论的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他没有看到 或者忽视这个中介的话 这个推论就是非常有疑问的 那么我就要问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形态 这种中介作为文化沉传的 它是不是能够和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沉传中国的传统的 经典意义上那些核心价值 那些道德规则那些东西 这个在事实层面上我们要搞清楚 我说现在有一些 我不能说全部 有一些这个所谓国学的主张者 儒家文化的复兴者 他们不够重视这一方面 而这方面工作做的这个太少 我觉得是 对 我觉得他们有点像闭幕C厅 就是事实上我们比如说 从我们的服装 对啊 从我们的那个这个饮食 从我们的日常这种各种交通的工具 我们其实已经彻底的就是西化了 对吧 那在什么意义上说 我们还是能够像这些经典的这种 这种这种崇拜者一样 我们生活在那样的一个世界当中 这个皮脂不存 毛浆烟腹 在这意义上说 我觉得我很难想象 就是我们还能回到 那种所谓的传统的纯正 如果有传统的纯正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就是说你要谈中国当代的文化是什么 你不能只有一个文本阐释 就经典文本阐释 你要有社会学的视野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就就在我那个这本书的那个序言里面 我就讲到就是说 我先谈了人家一个国外的哥伦比亚一个教授 怎么想谈全球话 然后我就举了一个大学生普通的一天 你看他整个接受的 器物层面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形态也好 还是文化观念的层面也好 他在多大意义上还是我们这种文人 所以就在这个意义上 我就说你看我们从小受到教育 学的课程 大部分是现代什么科学技术 而且我们中国的意识形态 在官方意义上也是一个德国人的发明 没错 很重要的意义上我们 就是西方文化已经成为我们的所谓构成性的要素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够说 我们是一个在经典文本里面那里读出来的这样一个中国人 中国当然有它自己的特殊性 而且中国的这个 我并不是说传统文化就没有影响 它比如说在很多方面 它可能是非制度化的 是隐形的 家庭的那种它总是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在影响我们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再也没有一个原生意义的 原生态意义的本质主义的中国人 我觉得陷入这样一种 以这样一种论述为基础的 对于中国特殊性的这样一种论述 是一个迷思 我觉得 我觉得 不是这种论迹地 我们应该看这种存在的 我会有现在面对 你也会不说 你会不说